阿姆斯特丹走马观花 新疆勒马 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出击 比如犹太社区悲惨的历史 红灯区和大麻文化 取代中国早年称号的自行车大国 建筑形态问奇等等 这些命题不是过于重大 或无勇气亲身尝试 就是缺少深究及第一手素材 皆难于成长 我们还是以奇幻建筑 Cubic House结局吧 位于路德丹旧港区的方块屋 是由荷兰建筑师Biet Blum设计的 其实世界上有三处方块屋 最早的只有三间 1974年建造在荷兰的Hermond 第二处 路德丹的方块屋最为著名 建造于1984年 这一建筑群 由38个小方块屋和两个巨型方块屋构成 彼此相连 第三处 则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始建于1996年 建筑师Ben Kutner和Jeff Brown 在东方大道建起了方块屋 本想复制路德丹方块屋的设计 但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仅有三间得以完成 我们就以圣丧动物狂欢节中水族管一张的音乐 伴奏水晶一般一针一换的方块屋 结束阿姆斯特丹之旅吧 阿姆斯特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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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